孩子做事注意力不集中。家长可以尝试用这些办法解决。 很多家长在教导宝宝时,容易遇到宝宝注意力不集中,做事拖拉、开小拆等问题,有的人甚至觉得宝宝时多动症,带宝宝到医院治疗。 其实,宝宝五岁之前注意力不集中是正常现象,下面这几个好办法,能够科学地帮助你锻炼宝宝的注意力,让他专注做事情。 一、定量定时让孩子学习。 小丽每天都会帮儿子安排学习时间,早上背诵十个英文单词,中午学习一篇古诗,晚上就练习十道数学题。 同事看小丽儿子每次都能专心完成,就问小丽是如何做到的。 小丽说,她每天让儿子定量定时的学习,慢慢形成了条件反射。 时间长了,儿子已经自己习惯专心学习了,不会因为其他原因分析。 二、对孩子兴趣不要打压。 明明特别喜爱小提琴,可是妈妈帕拉小提琴会影响明明的学习成绩,小学后就不让明明碰小提琴了,反而给她买了一堆学习资料。 每次学习,明明总是不专心,成绩反而下降了。 老师叫来妈妈,告诉她不要打压孩子的兴趣。 只有孩子对一件事情充满好奇、感兴趣,才能专心地去完成。 对孩子的兴趣,我们应该引导,过度的抑制和打压,只会让孩子产生反弹和厌烦情绪,不仅不能集中注意下学习,反而会影响学习效率。 三、抑制自己的唠叨。 张女士的儿子写作业总是边做边玩,吃饭也一样。 有时候作业写到一半就去玩玩具。 每次儿子写作业,张女士总要在旁边不停地提醒她,这个错了,要认真,要写完作业再玩,不能马虎,要听话,赶紧写作业。 老公看见后,把张女士拉到旁边,让她给儿子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。 孩子心性不稳定,容易受环境干扰。 父母的唠叨,容易让他们分心。 孩子要注意父母唠叨的内容,就不能定下心做事。 而且,不停地唠叨容易让孩子情绪烦躁,注意力更是不能集中。 四、不让孩子一心二用。 李女士是一位儿专家,她从小就教导女儿要一心一意地做事情。 吃饭时,从来不让女儿看电视。 女儿写作业,她就坐在旁边看着,不和女儿说话,也不让电视和手机的声音来分散女儿的注意力。 一心二用地做事情很难成功,甚至会因为不够专注而酿成大祸。 孩子分心关注另一件事,就容易疏忽原来的,结果两件都做不成。 如果你的孩子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,不要着急,试着按照上面的方法,为孩子制定计划,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。 锻炼集中注意力不能一蹴而就,家长应该耐心地陪伴孩子,帮助他们逐渐学会专心做事。 内容原创,请勿转载。